HELLO 各位觀眾 歡迎回到WGL的比賽現場 我們現在要進行的是今天的最後一場比賽 新加坡的隊伍 Intense Hunking 迎戰日本全明星隊伍夏洛特老虎 沒錯 目前他們的幾分排在榜上 Intense Hunking目前是9分 那夏洛特老虎是7分 如果這兩隊 在後面當然不可能兩場都輸 誰贏就有辦法是先脫離這個PVP Superframes 的一個威脅 那如果是夏洛特老虎當然他就只有7分 他如果後面兩場都輸的話 他就是會比PVP還來的低 那如果是Intense Hunking的話 他就是變成說是9分 他一樣就是他今天如果輸了 然後禮拜四再輸給PVP Superframes的話 他就是9分直接被壓下來 就變成說三四名晉級的 就會是NUMB跟PVP Superframes 所以這樣比賽對於Intense Hunking跟這個夏洛特老虎都是 非常非常重要 沒有錯我們剛才中間的時候我們其實我們在做一件事情 在算積分和對戰關係 其實這我覺得 我們兩個算到最後覺得我們好像回到中華隊在資格賽 最後一輪一定要做的事情 精算積分 為什麼要精算積分就是你沒有贏 你前面沒有贏後面就要算得很刺激 不過我覺得算真的是蠻有趣的 對我覺得好像回到那個 WBC世界棒球經典賽 最後一輪我們再算說 如果我們要前進東京 要贏韓國還要幾分 而且誰一定要輸幾分之類的 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不過我覺得 這種東西就是看到最後面一週最精彩的部分就在這邊 但 我必須要重生一件事情 啊我不就前五則跟你講說你每一場都要贏了嗎 必須要全力贏了 那Intense Hunking 你就不聽我話吧 你就在那邊一直 打平手吧 你現在積分只有9分 對 雖然未嘗敗果 來看一下 Intense Hunking在 今天的BO5賽事裡面 能不能夠 能不能夠 繼續保持他的一個補敗之路 對先來講一下剛剛忘記介紹雙方選BAN圖順序 雙方分別BAN掉的地圖是 STEPPS以及 INSC 第一場比賽是Cliff 第二場Mites 第三場Ringberg 第四場Himmelstorf 第五場則是Pokrovka 第一場就是Cliff 那麼刺激 好現在介紹雙方的出身點位和配色 出身在地圖 北面的藍色隊伍是來自於新加坡的隊伍Intense Hunking 屬容的車輛是兩台T69、三台1390和兩台T1 而在南面的紅色隊伍是來自於日本的全明星隊伍夏洛特老虎 屬容的車輛是五台1390和兩台T1 蕭太郎虎感覺又是要一波 其實我剛剛在想這件事情喔 其實之前的一個Minta在Asia這邊都是 會配兩台T69或兩台潘鑫 我覺得這比較像是 二福在前一季的 的 的的的的一個風格 配色風格 那在這一季裡面開始還蠻常看到就是五台的1390 五台1390 一波 直接繞了上來 兩台車走山上 三台車直接繞了過來做一個 急火這邊激火的對象 可以是 Hunker like a boss 對 這時候Haku的血量跟STARMAN相當都很 STARMAN這邊一打一還停在原地跟對方一打一 但是這邊直接被收掉 因為Hunker的射 直接拉上來 蕭太郎這邊一波沒有打贏 基本上就是輸了 因為1390的長露彈時間 會讓對方有一個很長的gap能夠打進來喔 那這邊 已經被收掉了是一台的T69 但是Hunker like a boss 直接拉了上來 這時間你必須要拉了很快T4必須要往後走 T4已經被卡住了 因為DESCA已經退 將他的一個退路直接 擋住了 對Flautti在這邊雖然已經倒下但是這一波 換下來 欸這邊換下來其實也還 3換3還有機會 OMG 這時候Senshozaki的位置還不錯 還不錯還不錯 Senshozaki的位置還不錯 這個Hunker like a boss這時候持續的在miss 那這邊就 讓對方跑掉了還能夠重新做一輪的reload 對Mubase應該跑掉沒有問題 Senshozaki 應該也在reload了這時候 要不要等一下兩台車 旅遊完再一起出去呢 OMG like a boss這時候也沒有彈藥了 那這邊 最後一個殘局處理 讓我覺得相當緊張 因為 之前一個比賽裡面 Intense Hunking 對於殘局處理 我覺得都稍微有一點瑕疵 不管贏或輸 都是稍微有點瑕疵 大家 Cliff上地圖在正中間有很多 撫養角的一個問題跟 石頭的運用 這就要看一下雙方選手 對於地圖的一個理解 是不是101%的理解 對這時候 Senshozaki中間下來 剛好Deskai已經退掉了 這邊 這邊Senshozaki走這個位置 不太對 Mubase也要被收掉了 Deskai直接被帶走 Hunking 這邊直接找到一個 很好的狙擊點 這邊沒有問題 六發彈要打在對方身上 就沒錯了 Hunking Boss最後一發 收掉了 沒有問題 這邊 小的老虎拿下 第一場比賽沒有問題了 應該只是時間問題了 小的老虎第一場比賽 這個一波流 看起來還是有效的 好 這邊 Hunking like a ball 不是 Intense Hunking 這邊應該會贏喔 T1車 咚咚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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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在幹嘛 血量太 血量很低 不敢撞 不想用撞的 不敢撞 Miss OK Miss 好 第二發 有了 有了 OK 現在最後一台 T1車 這邊在做站點 Hunking Intensify 告訴全世界 哈囉 我在站點 Senshozaki要上來收掉 Hunking Intensify 那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直接收掉 OK 夏浩特老虎拿下 第一場比賽的勝利 恭喜夏浩特老虎 呼 今天的比賽怎麼都打到 這麼刺激啊 為什麼要打成這個樣子呢 我想這就是我覺得高張力的比賽 對於選手來說 如果他們有聽到我的告警 每一場比賽都不是要當最後一場比賽的 這句話好像哪裡聽過 其實基本上對於 單循環的積分賽制 前面幾場比賽真的很重要 Intenshozaki跟 我相信 在之前的比賽都覺得說 反正我有拿積分 就1分 那他現在就是9分 他現在 最後大概第六週的時候來開始算 我現在剩下 最後兩場比賽必須要怎麼打 才有辦法進這個季後賽 我覺得他還沒有去想到說他會對上誰 他必須要想說我先進季後賽 他們已經 Intenshozaki已經沒有資格去挑對手 他們只有 他們只剩下 拚進季後賽資格 他今天如果這場比賽贏了 Intenshozaki如果這場比賽贏 他就12分 他就進 因為前面 兩場已經打完 他就知道可以進 因為Number只會停在10分 那他至少就贏Number 那他今天如果輸的話 那下一場比賽對上PVP所有分子 就是誰贏誰進 對所以這場比賽 為什麼每次都搞成這個樣子 另外一個結果就是他又沒有贏 也沒有輸 就是平手的話 那這兩隊都直接被PVP所有分子 在下一場比賽 如果贏 直接撸下去 直接贏的話 這兩隊都白 所以沒有人會想要打平手的 這跟前面的比賽 前面五周完全不一樣 對各位觀眾 如果你覺得戰車世界的電競賽事 很無聊都是龜的話 來看雅芙的比賽就對了 因為雅芙真的都 我撥了六周 沒有看到一周是龜的 呃 除了大部分隊伍都真的是 橫衝直撞 再怎麼樣的龜 怎麼樣的防守 都比不過硬換血硬壓一波 對沒錯 也許前面幾場比賽有很多都是 譬如說有一天是 我記得撥了五場平手吧 但那五場平手 全部都是打到最後一分一秒 剛好時間到點之後 沒有任何一個車輛是全滅的 都是一發兩發 或者是雙方在做一些很多的 情報交流之後 確定雙方都沒有上去換的本錢 之後才會造成平手 那在這一季的賽制裡面又改成7分鐘 他一個節奏是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我真的覺得雅芙的賽事真的是 因為我們都有看 二福 美福 歐福 我們真的覺得 怎麼看下來都是雅芙最敢換 全世界最強的就是二福 我們不多說不解釋 對我們休息一下再回到 回到比賽現場 我們多次的一部的 再次講解釋 我會不會在一起 每天都沒有 我會接近 我們會接近 全部都沒在一起 我們要像 我們會接近 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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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对没有错 对没有错 而且刚刚其实 那1390两台上去要干嘛 两台一起上去跟对方两台互换 二打二 还有机会就比机后 没有比机后 比人品 谁先爆高山谁就赢了 或者是爆弹药 那这边 对比特别人都会这样白天看 我们来比较不破闹 对没有辌合他們的那样只会有什么感想那里都要开心的一场比赛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比赛 我们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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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末点已经到手了 对 这一边的话 PVP输的France 还有机会 今天Intense Hunking在这场比赛 对上萧特老虎 如果输掉的话 下一场比赛 在礼拜四 PVP输的France对上Intense Hunking 谁赢谁晋级 我这边更正一下 因为他赢了还是有12分 他还是晋级 PVP输的France是10分 他就晋级 对 对 就是赛一场比赛 谁赢谁晋级 对 这个是完全 天啊 这压力好大 我打那么久比赛没有 我除了看中华队比赛之外 没有看过任何一场比赛 真的只要到最后一周 才要这样子还这种 雷包精算师的玩法 而且是从 在上一周是第七名 直接要打上第四名 哇塞 这真的是 真的是 其实黄金级赛事 这八支队伍 实力都相当强劲 没有差距太多 OK 现在介绍双方的出身点位和配色 出身在地图 南面的蓝色队伍是来自于 北韩的队伍Intense Hunking 雪红的车辆是两台110 三台50100 两台的T1 而在北面的红色队伍 则是来自于 日本的全明星队伍 夏娥特老虎 雪红的车辆是三台50100 一台IS3 一台1390 和两台T1 而这场比赛 Intense Hunking拿出两台110 看来是毛主席 听到北韩 金正恩同志的呼唤了 终于愿意提供两台110 来当作援助了 嗯 直接两台中国战车 直接叫杀了进来 那我相信 他们是对南面的这一边的防守 全防守的一个铁统阵 是有一定来的准备 他两台110能够 呃 承受更多发力的一个伤害 代表他们冲阵是很有机会 能够成功的 不过他走的是一个外围 那在南面这一边的Intense Hunking 也没有想要做一个进攻啊 对 其实在Rinberg南达北才 南达北要成功 还有 是有点机会 但是这机会是建立在对方 没有摆出没有把枪线架好的情况 嗯 尤其是A6A7这边没有做这个防守点位 那这边 嗯 一台T1车是摆放 萧特劳虎是摆放在A5 其实他也可以摆放在A3 这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 这小T1是A3那边有一个黑 非常密集的草丛 在其他的一个地图里面 我没有看过这么密集的 对那边就是一个超级大黑洞 进去真的就瞬间不见了 对 那这边萧特劳虎果然是按兵不动 走一个北面的一个经典防守阵型 看起来是会防的 而且他也选择一台1390在外围做一些控图 对提示了1390在外围不断的做控图 其实这场比赛 萧特劳虎真的没有压力要打出去 萧特劳虎只要赢了 那我们就是 晋级 礼拜 萧特劳虎就晋级 对晋级 那接下来 Intense Hunking就是直接 真的就是GG 哦没有啦 萧特劳虎现在这场赢了还是10分 对上N1他还必须要赢 对N1赢 那Number 必须要老实讲 Number真的 感觉 蛮危险 很危险 不是蛮危险是很危险 那现在这边两边又再度形成了一个僵局 现在其实这边要进去的话 重点是T1车有没有掉 其实在这场比赛 你会说T1车没什么 但在这场比赛中 如果北面南面打北面要成功 T1车一定要保住 对没错 来去做站点 然后给对方一些压力 那相对于萧特劳虎来说 他们的一个压力就只要平手 那他在这个外围空图之后呢 把一台T1车掉到这个天涯海角之外 就有可能就可以利用这一台T1车 在Number上的地图直接藏匿起来 就可以拿下这场比赛的一个平手了 对时间剩下4分钟 那这4分钟就很重要了 其实 其实现在进攻 如果你真的在Number上的地图要确定有办法赢的话 2分半到3分钟是一个时间点 嗯 差不多 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比赛规则改动 必须要全速歼灭对方的一个车辆 以及或者是对方 占领对方的基地 差不多3分钟是一个攻击时间点 对 其实现在差不多就是这时间点 3分半到2分半这个时间点 其实如果你真的要赢的话 这一波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打进去 今天Hunking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 哇 Hunk like a Boss直接被打1000滴血 Hunk like a Boss 直接被打到手上 546滴我的天啊 这个侧面直接吃了不知道多少 老板也没用啊 直接按喇叭知道对方 大家都知道你要来了 这边Hunk like a Boss 血量虽然说毕掉了 Hewami的这一发远距有一个狙擊 但是应该也没有主动权了 看起来 Intense Hunking在这一波 想要进去用血量直接用强占点成功 应该越来越渺茫了 而且他还留了一台T1车 在自己家里面做防守 我会觉得这一波打不进去了 好 这边1390进来了 不是 一台T1车进来了 试探性的开始压点 对 Black Axe进来了 那这时候 其实这一波真的没有打进去 Intense Hunking真的已经没有进攻的本钱了 因为这一波 这边远距离没有中 那Intense Hunking在北面这边 必须要抓紧时间了 Hewami这边偷了一泡 还不错 这边血量只剩下878滴血 还可以接受 因为这血量其实还控制还可以 这边两台 待会三台的50-100很重要 对这三台50-100能不能打出什么样的伤害 就是事关重大 Intense Hunking这边的T110 好像没有用出他的一个想要的一个结果 对 Death Skies这边血量也 也剩下900多DX Dex Skies这边没有小T1跟在后面 我这边弹了一发 对 其实110的正价是蛮OP的 因为你不打到他的那个下甲板 是不会穿的 在这个角度是下甲板是直接被 直接被收住了 所以在这个位置能够偷到不少炮 但是时间有点太晚了 对 现在这个时间点 剩下1分 1分1秒过去 这个位置还不发动总攻吗 1分10秒是关键喔 这边不走 不走 就没了 没了 没了 30秒是一个关键 这边过去应该至少20秒吧 T1车 没了 这场比赛没了 OK 结束 Flyck X直接被引擀 那个撕掉 他们还真的是1分30秒 那T1呢 T1回家 T1 这 没了 这真的没了 这场比赛真的没了 为什么 Why 你进去带着T1车 站点不死 Hunk Likes Sir 这边还想要打Hewami Hewami不是你的首要目标啊 对啊 天啊 我的天啊 Hunk Likes Sir 现在才发现这台T1车 不愧是满季的T1 对 Hewami应该会倒下没有问题 但是这一步 还在打Hewami 还在打Hewami 其实这样的一个防守阵型 他最想要你就是打Hewami 因为你必须要将所有的车身 绕出去之后 Hewami可以打你 在后面架枪线的一个同伴 也可以打你 Hewami这一个位置 唯一能够做的 你就是先站点 逼Hewami出来做reset 再用所有的一个集火能力 将Hewami在第一个时间点就打掉 这才是赢的 这个关键点 但是 其实也不能怪他们 Rubinburgh就是一张很好守的地图 只要你会守 那这边Hewami是表现得相当稳健 一点一滴的 将胜利拿到手 也不是胜利 就平手拿到手 然后就胜利 不一定 搞不好15秒 还有机会抓到两台T1 差 影响不大 差别不大 影响不大 T4 差点如此 其实有差 可能是多一个人头 这样之类的 因为我们在这一季里面 还是有个人奖项的部分 对 有个人奖项的部分 那我们最后一周打完也会开始开放票选 那时间到点 两边都没有办法完成 今天特别剩下 Internet 上一台T1车跑掉 所以这边依照规则是形成平手 但是平手中央各的一点结果就是 夏洛特老虎今天以3比1获胜 对 没错 那在这边的话 夏洛特老虎积分是10分 那对上N1的一个比赛 如果他输掉的话 呃... 会跟PV所有分子取得一个比分 那我们刚刚 再看一下在夏洛特老虎对上Number的一个对战成绩 我这边check一下啊 夏洛特老虎对上Number的对战结果... 我记得是Number或是勝吧 夏洛特老虎对上Number 好像在第三周还是第二周吧 结果... 夏洛特老虎对上Number是夏洛特老虎赢 所以... 所以他今天取得10分的领先 那他应该已经进入季后赛了 那他进入季后赛了 反而是Number Number就要看PV所有分子是赢还输 不管他赢还输他都Bi了 对他Bi了 是的他Bi了 上一条比他没有拿下的对上NVIDIA SS NVIDIA SS跟季后赛没有关系 但他就是要拿三分的一个积分 他才能够保级 在不要在七八名的一个位置 这就是一根嚼石棍 他就是扮演的最称值的嚼石棍 我没办法打季后赛没关系 但是我要拖一个人下来跟我赔账 对但NVIDIA SS是不是会掉到七八名 还不太确定 这数学上真的是有点难算 因为他今天只有拿到八分嘛 那如果有任何人拿到七分 因为Internity是九分 所以他还有悬念 因为PVS如果赢了他只有八分 那NVIDIA SS又赢他 那就变成说 NVIDIA SS今天赢了拿到八分 他被淘汰 然后直接把NVIDIA SS也拖下来 没有办法进入季后赛 哇这真的是各位观众 想要称职的一个战事 我们在战场上就不管怎么样 不要管别人 就是要拿下比赛的胜利就对了 各位观众 这真的是数学很困难 如果你有积分表 我们刚刚 我们刚刚真的中间休息时间 我们五分钟休息 全部都在算数学 都在算数学 我毕业以后没有算过这么多 只要看这个积分 还要看对战成绩 所以PVS对上Intense Hunking 他下一场比赛 如果拿下胜利的话 目前是7分 下一场比赛 对上Intense Hunking的最后一场比赛 是10分 拿下这场比赛的话 就是10分 那对上Number他是赢的 对上刚刚的Intense Hunking 在下个礼拜会打的Intense Hunking 礼拜四会打的Intense Hunking 也是赢的 所以在这个对战成绩里面 就是由PVS以10分的积分 然后比较这个双方的一个胜负败的这个场差 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最后关键的一点点差距 拿下这个最后季后赛的一个名额 那他会对上第一名还是第二名 Elon还是Intense Hunking 就必须要看下一场比赛 在礼拜四 Elon对上Intense Hunking是谁赢谁输了 对目前我们唯一能够确定 有季后赛可以打的两支队伍 就是Elon跟Intense Hunking 这两支队伍 已经是确定前进季后赛 那明次还不知道 还要等到礼拜四的比赛打完之后才能确定 对而且肖尔特老五还有机会 他目前是10分 如果他赢了 Intense Hunking输了 他就会跟Elon并列第一 那这个对战成绩我记得是Elon赢 对所以但是Elon还是第一 那变成是 Intense Hunking在第三 对所以这个 这等于是礼拜四才会揭晓这一切 那六周的比赛 绝对是场场精彩 并不是只有最后这个 这个最后一场比赛才会那么精彩 但是很多悬念都是真的 在我们这个之前祭前就有预估了 这个在六周的这个 单循环积分赛制底下 最后一天的比赛真的会 很多Drama会出现 很有趣 我真的觉得我们最后一天要准备hold堂 我们觉得我们最后一天会从头喊到尾 感觉跟季后赛好像世界大赛一样 我们感觉好像现在是提前在播世界大赛 好那我们还是要恭喜来自于日本的全明星队伍 肖特老虎 以3比1击败来自 北朝鲜的Intense Hunking 获得胜利也保住自己季后赛位置 而Intense Hunking 五周不败 今天被迫 直接跟季后赛无缘 没有没有 还有跟TVSW的FREZ那一场拉下来 他还可以最后最后的 直接输掉跟季后赛的 对季后赛的主动权 对对那我们礼拜四 WGL第二季第六周最后最后一场赛事 才会揭晓我到底前四名是谁 对唯有四大豪门才会晋级 至于各位的豪门线要怎么画 我们礼拜四在告诉大家豪门线要画到哪里 那我是今天的主播Cisco 我是今天的赛评JJ 那我们礼拜四晚上8点 最后生死 生死关头决战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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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